1月31号 我来到了咱们山东荣城 美丽的石岛市 这石岛它是坐落在山东荣城的最南端 有着云枢浪卷 千帆落 苍满鱼龟 翔满中的美誉 确实是个生态优美 非常宜居的海滨小镇 那被誉为天尽头的成山脚风景区 就在它的东边 成山脚有一个灯塔非常有名 就是成山头灯塔 那跑南北线的船员朋友们 没有不知道这个灯塔的 我这次来这里呢 是应天津避海信区农委 天津渔政以及渔业协会的邀请 针对如何避免伤渔船碰撞 渔业法律法规和在船安全方面 做了一个讲座和培训的课程 这个培训的地点呢 就在当地某渔业龙头企业 下辖的一家酒店 地处该集团的一个船厂 大家看这个就是船厂的码头 那听播的都是渔船 我们看这个船名 应该都非常熟悉吧 都是鲁绒鱼什么什么 鲁绒鱼某某号 这个鲁绒鱼可是大大的有名 因为在2011年的时候 发生了一起轰动全国的海上凶杀案 22名船员遇害 那这个鲁绒鱼2682这个惨案 这个案子呢 咱们频道也曾详细的介绍过 非常的惨烈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点击屏幕上的链接 或者直接在我的频道中搜索 鲁绒鱼2682 就可以找到相关的视频 那近年来呢 整个渔业管理 从各个方面都加强了监管 这类案件也没有再发生过 但是这个商鱼船的碰撞事故 确实都有发生 很多事故原因的分析结果表明呢 是渔船的船长和驾驶员 他并不熟悉海上逼碰规则 这个就是主要原因 所以呢 针对这方面的培训工作 也确实是势在必行 我本人也是非常愿意参加的 因为对于商船来说 你不但要加强自己 对规则的理解和执行 这是一方面 同时呢 也希望对方也是如此 你否则的话 这个隐患呢 依然是存在的 你比如说我去年10月20号 发布的那期视频 就是一条小渔船 它违背规则 突然间转向 横跨我转船头 造成了紧迫局面 大家看这个视频 是我现场的失败 可是呢 这个很遗憾 事后我在评论区看到 依然还是有人说 这个小渔船 它速度快 没关系啊 它穿过你大船的船头 根本没有问题 之类这样的评论 如果说是外航人 你这样说啊 倒也没有什么关系 可怕的是 从事这个行业 或者说在渔船上工作的弟兄们 他自己说出这样的话 这个就令人非常担忧了 因为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你根本就弄不懂 海上航行的逼捧规则 或者说你对这个规则的 完全漠视 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那咱们来举个生活中的例子 近期有一期社会新闻 被吵得是沸沸扬扬 当事人 这个奔驰大哥 也是火遍全网 才来简单回顾一下 一开始说 那么的 说是这个奔驰车加三 不成 然后这大哥就怒露了 这个奔驰大哥下车之后呢 辱骂对方 并且砸对方车辆的前击盖 给砸出了一个大坑 那对方的车主呢 是一位71岁的老太太 他是个网红 当时呢 并未选择报警 而是把这个视频拍下来了 拍下来发到网上 一发网上可就热闹了 大家就纷纷谴责 这位奔驰大哥 可是这个事情发展到现在呢 又出现了反转 这奔驰大哥 人家也没闲着 也发布了当时的视频 大家看这个 实际上是两个车道 它最终合并为一个车道 那这时候应该本着交替通行的原则 就是说两边的车辆轮流进入这个单车道 而奔驰大哥在事先已经让了一辆车了 那这时候轮到他 理应是轮到他进入车道 但是白色的车呢 却前行插入 那么显然这个白色车主 对交替通行这一个规则并不熟悉 那最终导致失态的不断发展 最终念成了这个事故 你们数大渠的呀 哎 别下去了 别下去了 我能数大渠的呀 我能数大渠的呀 本身就给这一颗绕了 别不 你看我拧不到的 前后能看一分钟啊 所以说由此可见 无论是陆地上还是海上 了解交通法规 并且遵守执行是多么的重要 那借此呢 再给大家讲一起近期发生的海上案例 这起事故发生是在渤海海峡北部 这个地方叫老铁山水道 那么老铁山水道 它采用的是分道通行制 那从图上看是很明显的 这边是隔离带 分隔带 那它的北边是西行船舶 通航分道 箭头是向西 那它的南边是东行船舶 通航分道 箭头是向东 那这条绿颜色的 就是这条当时的渔船 是条小渔船 这个蓝颜色的这条船 就是西行的货轮 两条船之间的这种 这个灰色的连线 指的是在不同的时间段 相应的时间段 相应的船位 小渔船走到这里的时候 大船在这里 到这里的时候 大船在这里 以此类腿这样 那么最终这样导致 两条船碰到在一起 那我们对这个事故 做一下简单的分析 首先来说 它是分道通航 像西航型的船舶 都应该走北边 可是这条小渔船 大家看 它走到人家东行船 这边来了 也就是说首先它是逆行 逆行本身就是不对的 就违规了 那么它不但逆行 它走到这里的时候 它还突然转向 要穿越这个分隔带 咱别说你是逆行了 假如这条小渔船 就是从南边过来 这样穿过 这分道通航的隔离带 也是要向交管中心报告的 事先报告 那么交管中心得知 这个信息之后 它就会协调西行 和东行的船只 对你进行避让 或者协调你 对它船进行避让 都是有指挥的 那么你没有报告 就导致了这个 你的违规 你没有报告嘛 第二 在整个的事故 事后的分析 这条小渔船 不但没有报告 这个交管中心 同时 它对往来的船只 尤其是对它 这条蓝色的船 它这个 没有进行有效的沟通 我现在在穿越 我如何对你进行避让 两者没有沟通 转向之后 实施穿越的过程当中 就与蓝色的这条商船 形成一种态势 这种态势 在1972年 国际海上避碰规则当中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叫交叉相遇的 这种态势 那么按照规则 绿颜色的这条小渔船 应该向右转向 过这条商船的船尾 可是遗憾的是 它并没有这样做 它一意孤行 非要越过大船的船头 这跟我刚才视频前面 讲的那个小渔船 过我船的船头一样 非要抢船头 没有执行避让的责任 那么两条船 最终导致碰撞在一起 所以对于这条小渔船来说 它违背规则 是好几个方面 一个是逆行 第二是穿越分隔带 没有报告 第三 没有对其他的船 进行有效的沟通 第四 没有按照避碰规则 来进行避让 所以呢 主则是这个绿颜色的渔船 它占主要责任 那对于这个货轮来说 它是也有责任 在海上航行 大家知道 这个海上航行 是没有权责和无责这么一说的 他不想陆地 我权责追尾了 对方权责 他没有 只有一种情况 当一条船 帮在码头上的时候 被视为码头的一部分 这时候 有他船撞我船 那么呢 我就是无责 对方是权责 那这里插一句这个 那么对西行的这条货轮来说 它是要负次要责任的 为什么呢 第一 他没有对违规的这条小渔船 尽早地做雷达标绘 也就是说吧 他发现完了 这是第一 第二个呢 虽然他是交叉相遇局面 避碰规则中规定的直航船 但是当他发现 本应让路的这条小渔船 并没有按照规则 采取行动的时候 大家看他用的是什么方法 他用的是小角度的向右转向 而不是采用的是大角度 大幅度的向右 这样避开碰撞 所以呢他这个是在 避碰规则中也属于违规 所以我们说这条货轮 在此次事故中负次要责任 渔船负主要责任 那当然还有其他原因 比如说在老铁山水道 与船长是要在驾驶台 这个互相之间的沟通 要保持随时联络等等 这些都没有说到 但是都是事故的外原因 主要原因还是违背了 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 这起海上事故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 渔船上八名船员全部遇难 无一胜缓 而货轮虽然没有伤亡 但船长和当值的驾驶员都因此受到了严厉处罚 就跟奔驰大哥加三的这个事件一样 没有赢家 全都输了 那本期视频的目的就是旨在提醒大家 无论在工作上还是生活中 都应该遵守法律法规 按照办事 那好吧 这期咱们就聊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和订阅 下期再见